在上周导师团战赛中 韩雪 刘欢 凭借在表演轻衣 全民目击中的精彩演艺 脱颖而出 势力尽其 他是有机会往冠军走的一个选手 恭喜韩雪成功晋级 谢谢 刘欢在这个角色的塑造上 完成得很出色 恭喜刘欢 谢谢各位 真的感谢感谢 本周导师团战赛精彩继续 三个演员都演得太好了 究竟谁能获得剩余七个晋级名额 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三组我们应该是青春励志 徐征贤出版 王阳本身就是实力男选手 在这样的一个青春偶像剧里面 他可能会拿到边上的角色 驾驭起来 更加轻松一些 准备好演爹吧 青春励志也得有爹对吧 对对对 那个作品可能是舞台戏剧的风格 需要更多层面的展现 石家表演角色的力度 融入度非常之高 它是有可能的 有潜力 金石家身上有着某种孩子性质 毫无疑问 青春励志是为李兰迪量身顶走的 他就是我的一张王牌 这王阳 李兰迪我都特喜欢 你非得给他摆在一块 这才好看呀 诶 师哥 还不知道演什么 哥哥好 兰迪 我不要 天哪 最不想碰到的演员 在这十五个里面 李兰迪吧 他有一些其他演员身上 不具备的 在这个年龄段特有的优势 是我们难以去匹敌和抗衡的 李兰迪他身上有很多 很鲜活的东西 如果我跟他一起演戏 我会特别放心 这是我们最新的剧本 看一看 演爸爸呀 这新呢 哈喽 哈喽 我们到里面拍吧 好好好 我呸 你就是偷 呸 我就不道歉 你能把我怎么着 谁有你不道歉 我呸呢 我就不离婚 呸 挺有生活气息的一个片子 就是我自己还是可以掌控得了的 用北方的什么 北方无外乎 或者是山东啊 东北吧 你有点太高 如果你说方言等于 女儿要不说吧 有点怪 你这什么 不能画是吧 你这块可以有很多点的 就是爸爸跟女儿的这个梗 把你的那个感受 全部都灌注进去 这么大的年龄差 家里人没权力 个打五十大板 你从来没有告诉我 你把我女儿推到水里面去 我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 然而最好的 希望他往冠军进发 李兰迪他身上其实有很多的潜力 他肯定能够驾驭各种各样的角色 金世佳台词上 拥有极好的功力 对金世佳的表演充满着期待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你怎么又迟到啊 着什么急啊 我们是离婚又不是烧头香 差这一会儿吗 行 反正这是我最后一次等你 彼此彼此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忍受你了 等等等等 咱们要不就 换个民政局吧 干吗换呀 咱在哪儿站起来 在哪儿趴下去 你爸在这儿上班 万一遇上了 我别趴了 我直接被埋了 碰上了也是缘分 正好舍得回家说了 挺好的 二合一 我 师傅 离婚 二合一了 爸 师傅 不是你爸 俩人来干什么来了 看我 不是 咱们要不回去吧 改天再来吧 回什么回呀 来都来了 爸 我跟向南 办离婚 麻烦您帮我们俩办一下 爸 绝对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完全没有对不起他 是我对不起你 上个月五四青年节等得紧 今儿是六一 你俩这婚姻还没满月呀 能出息点 帮我撑过百天吗 爸 你这不愿向南 我们俩这叫感情不合 感情盒子不来这块 当初啊 你要嫁给这小子 我跟你妈不同意吧 你听话吗 不听话 现在怎么样 后悔了是不是 也不算后悔吧 只要您把我们俩这事办了 我们俩就不后悔 开嘴硬是吧 爸 你别生气 您要是想聊家里事 我下班了 回家跟您慢慢聊 但是您现在 能不能先以上班的态度 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公事公办了 公事公办 嗯 好 公事公办 姓名 向南 杨晓云 年龄 二十九 二十三 差了六岁 这么大的年龄差 你家里人没劝过你啊 劝了 没劝住 爸 当年您劝得最凶了 我劝得不对啊 对对 您说都对 离婚原因 男方说有什么问题 说出来 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那可是您让我说的 他卖我东西 您看我干嘛呀 您怎么不问问我卖的是什么呢 我卖的是在游戏里的东西 那是顶级装备 我呸 一提游戏你就来劲 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呸 我玩游戏招你惹你了 呸 我那日怕你得颈椎病高血压 呸 你有话能不能好好说 呸 我就不好好说了 呸 那你就是偷 呸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呸 你就欠我一道歉 呸 我就不道歉 呸 呸 我都不离婚 呸 要能道歉 这婚就离不了了 那就我都不配 不配 别配了 别配了 小鱼你也是 不经营允许 你干嘛卖人家的东西 爸您说的旧 你别说话 你好吗 整天打游戏你顾家吗 就是你听听 都坐下 都坐下 证件带没 带 带 我俩人真要离啊 离 你这一 承 承 查着 都跟你说你爸在 咱们别办 你看现在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多尴尬现在 杨小云 我就跟你说 你能不能 电脑里边 没有你们的信息 录入啊 这 怎么可能 这上个月就在这办的呀 五月四 五月四 哎呦 那天我们电脑故障 有很多新人的信息 没录入系统啊 那这怎么理啊 去那边 对面 把这个结婚证 再补一次 哎 这也没人呀 来了来了 二位办什么业务 爸 合着这结婚跟离婚 都是您一个人办呀 闺女 这合着离婚结婚 不也都是你俩吗 来吧 再来一遍 姓名 向南 杨小云 年龄 二十九 二十三 说说感情经历吧 啊 啊 就是你们彼此喜欢对方什么呀 哪一点 那杨小云你说吧 你跟我闺女说话态度好点 在家都这么说话呀 杨小姐 您请说 嗯 行 我们俩是 朋友旅游认识的 爸 他 他还跟我 我推河里了 你把我闺女推河里了 不是爸 这真相可不是这样 杨小云 你说故事不能跳着说 是你先找我给你拍的照 那你干嘛让我往后退呀 那你干嘛掉河里呀 那你干嘛救我呀 那你干嘛抱着我呀 那你干嘛还跟我说 别怕有我 那你干嘛醒过来 一脸感激地看着我 干嘛你们两个说这么多呀 不要说经过 也不要描述细节 世界 我当时回去 我就生病了 我在公司宿舍躺了一礼拜 我连头都没洗 不不不不不 江源 你说这干嘛呀 没到你 你说 我当时就觉得特孤独 特寂寞 突然 向南就来了 他特照顾我 他还帮我洗头 我当时就觉得 这人连我最糟糕的一面 都接受了 人还挺靠得住的 我就从那会儿开始喜欢他的 沉浸在回忆中啊 那我说话 我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跟杨晓云 就是一见钟情 旅游的时候 他这人就挺热心的 然后 我看得出来家教也好 家教好 虽然有点小姐脾气 但人挺真实的 长得也漂亮 我就喜欢他 向南 你愿意去杨晓云吧 这么突然 爸 您这是走程序 还是真心话呀 走流程的 我愿意 杨晓云 你愿意 愿意愿意 抓紧时间 来来来 宣誓台 咱现在开始宣誓了 这就有 时间不多了 来来 这说什么词知道吗 知道 有经验说过一次 我向南 我杨晓云 愿意结为夫妻 从今年起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风雨同舟 患难与够 成为周生伴侣 恭喜恭喜 喜结连礼 两位新人 恭喜恭喜恭喜 爸 别着急叫爸 现在想起叫爸了 这闪结闪离 你们觉得过瘾 还是刺激吗 结婚啊 结的是什么 结的是一颗心 这离婚 是碎了两颗心 今天你们两个在这儿 是结 是离 是合 是分 好好想清楚 我在那边等你们 我是觉得挺奇怪 说着来离婚 又结了一次婚 你说 我们俩这算不算二婚啊 你说什么呢 我们俩 起码也算重婚 那你要是因为 重婚进去了 我给你送饭去 今天的办公 已经全部结束 今天的办公 已经全部结束 哎呀 这时间都过了 咱们这婚还离吗 我是觉得你刚那世子 说得挺心不在焉的 我 我这叫走流程 你忘了上个月 我说得都稀里哗啦的 你真是说谎话 不怕遭雷痞啊 开玩笑不能够 我告诉你 哎呀 我看你怎么办 杨文你过来 嗯 今天啊 我就对天发誓 我把这誓言再说一遍 如果我有半句谎话 就天打五雷轰 就轰我 你也一起说啊 嗯 嗯 我 向南 我 杨晓云 愿意结为夫妻 从今天起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贫穷还是困苦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无论青春还是年老 我们 风与同舟 患难与共 同甘共苦 成为终生的伴侣 爸 记住你们两个刚刚跟自己说的话 这一生都要坚守这份承诺 不走流程 咱只走心 爸 你 你真是 爸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 从明天开始退休了 但我没想到 我登记的最后一队新人是你们两个 小南 照顾好我闺女 不管未来的路有多苦 好好生活 好好分道 你放心吧 爸 这是我应该的 爸 其实这事 是咱仨的秘密 别跟我妈说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上个月五月四号 我们电脑没有故障 你们的信息都在那里 我妈 来 爸 来 爸 你往这儿走 好 来 咱们往前走 出海了 无法 妈 倒 我 很像孩子 如果是在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这样的节目 可能会觉得 演员很自然 很自在在台上 但这个阶段 就觉得 对你们来说 可能难度不是很大 想要看到更多的惊喜 当然因为他们三个 曾经的表现是 很棒的 他们可以胜任 更加复杂一些 繁琐一些的角色 对 这个戏呢 他的风格肯定是 这个清喜剧 但是对你们三位来说 都是应该拿出 你们更 更饱满的一种方案 去实现它 你们从离婚来 现在就是要你们 重新办一次结婚手续 姓名 向南 杨晓云 说说感情经历吧 你们能不能在里面 填补上自己的这个情感 你们自己的相信 都能不能达到百分之一百 我觉得还没有到 对不起 我必须给你们提 更高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 非常有前途 非常有未来的演员 我同意徐征老师 刚才说的话 喜剧之所以难演 在完成与对手交流 和完成与自我交流之间 还要完成与观众的交流 其实我们可以脑补一下 换三个非常优秀的 喜剧演员演 演这部戏 他们能把这部戏 演得非常的扎实可信 如果说是一个清喜剧的话 那这个剧情的设置 已经相当的极致了 但是所有的演员的表演 没有为清喜剧服务 因为王阳他必须是一个父亲 他必须得是稳着演 这两个年轻的演员 他们都太会演戏了 所以就他们都 太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谢谢大家 因为你是一个 沉默寡言的人 我想听一段 你任何一个演过戏 或者有过记忆的独白 小博老师 我不说了吧 大家公平一点吧 要不然 我觉得这不公平 这段挺好 其实我觉得 我来这儿第三次 说实话 我一次比一次 有些懈怠 因为我这次知道 是一个喜剧 而且看了剧本 觉得这是一个 挺简单 挺生活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 特别去重视它 因为可能我一直在想的是 比较难的东西 该怎么弄怎么弄 我觉得今天 给我上了一课 就是无论你 站在多高的地方 你永远要记住 你自己最下面的地方 是在哪儿 因为我觉得 如果五年前的 我演这个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 比现在演得好 那么我们就是 为你们三个出一个题 你们三个人 都要扮演一个 语言障碍者 给你们一个 不同的规定情景 王阳 你扮演捡到钱包的人 但是你被误认为是小偷 金世佳 扮演一个 偶遇路人晕倒的 龙亚人 向他人求助 金世佳 王阳这个题呢 我们需要一个助演 希望能够请到 王迅来 继续帮助你们助演 李兰迪 你向大学四年暗恋的 男生表白 你和金世佳配合 有请三位老师 有请 有请王俊老师 我觉得你整个人的状态 要积极起来 这刚才太稳了 他沉着了 找他人物那个 比较生的那个东西 这个阶段还是要 能看到有劲的东西 你说不出来话 但是你有情感 有一个这个变化就厉害 我觉得你就记住一点 在意跟王迅的交流 但你千万要注意 这里事最大的是躺着的那个人 嗯嗯嗯 这座整个人麻起来了 好的 徐忠老师辅导结束 好 加油 秀博老师指导完毕 我去跟他说一下 好 子怡老师指导完毕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这么大岁数还干这个 需要帮忙吗 行李还挺好 不着急啊 不着急 说清楚 什么情况 偷了人家一个钱包 套路挺深啊 听不懂我说啥是吧 能看懂吧 你是小偷 偷人钱包 你是小偷 偷人钱包 偷人钱包 我告诉你 我练拐 你这 拿过来 吃拐的 你的钱包 对不住 对不住 要不你把这个拿走 第二段 还没到你呢 我们打演组被训练的 都是一秒入戏 这个好 表演开始 你 你 不是 你别着急 你慢慢说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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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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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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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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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过当 上过当 演得真好啊 现在的组合出来碰瓶啊 你俩叫啥CP啊 打电话 想借我电话是吧 不可能 我一交给你你就跑了 干什么 你 你 你这程度有点高啊 你都滚一下 行 我配合他演一演啊 你是让我帮你 你 你让我帮你救他是吧 行行 没问题 来来来来 我指导你 我指导你 这个人工呼吸呢 它就主要分为心肺与复苏是吧 你 对 按这 对了对了对了 好 来 一打 来 走 来 好 我这 不是你们这是玩什么 你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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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中午吃了蒜啊 你忍着点 我 我 你看 感谢三位 把特别的掌声 送给王迅老师 好棒 太感谢您了 我非常感谢国立老师 出了刚才的那个题目 我觉得那个题目出得很好 让我们看到三位演员 他的素质和这个能力 都是在那里的 接下来 全场的300名观众评审 和10位专业评审 请审慎地投出你们的一票 1号代表李兰迪 2号代表金世佳 3号代表王阳 我一直有关注 这位方法派的演员 然后我把票投给金世佳 看一看他是否能进决赛 李兰迪作为他这样一个年龄 其实这一场戏对他来讲难度是最大的 我非常期待看到他后面再解锁出新的场座来 在今天的表演当中 王阳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我会把我的票给到王阳 我今天其实这一票是投赶了李兰迪的 他演的所有的那种感情 一些细微的一些处理 我认为他表演得特别的准确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本组的投票结果 首先要为各位公布的是 观众评审投票结果 王阳在这一组这个节目里面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的 我相信大家会选他的 每个导师都希望自己的演员尽其了 但是就这么一个名额 我觉得比赛越来越残酷了 金世佳是一位非常聪明 并且有创作能力的演员 这段临场创作还是给他加分不少 我希望他能在这个舞台上越走越远 专业评审团投票结果 李兰迪50票 金世佳20票 王阳30票 最终得票 王阳125票 金世佳123票 李兰迪115票 恭喜王阳胜 恭喜 太了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王阳老师成功晋级 谢谢大家 用我手中这一台OPPO 27 Pro 为你留下近期的身影 三 二 谢谢 下载贝壳找房APP 进入节目互动专区 为新中A角演员助力 看租房频道 赢租金补贴 我们也等待着在待定区域会有你们二位的好消息再一次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兰迪 谢谢世佳 有请 来吧 第四轮 时代楷模 紫衣先出牌 那紫衣就直接找个时代楷模 图松颜有在舞台上摸爬滚大的经验 而且是非常多的经验 她的把控还有她的节奏还是挺准确的 我放图图吧 图松颜是一个经验非常老道的这个演员 如果呢我们也从这个方面去想的话呢 可能两个型就是有一点虫了 从搭配上来讲呢 给点那个年龄 年龄差距大一点吧 李倩呢我觉得没有受过科班的训练 但是他非常有爆发力 而且适应能力很强 在那里面反而会搭配的比较好 因为时代楷模很难说 我们楷模究竟选的是哪一个 一旦楷模确定了以后 基本上剩下的角色 他都应该是绿叶型角色 如果在绿叶型角色上 又能展现自己可能性的 对啊 我觉得松颜比较好 松颜 第十代雅阁 锐魂斗 外观很好看 然后搓上去也很舒服啊 精英效果也挺好的 棒棒的 今天这是你第三次上舞舞台 对 依然是兴奋加期待加紧张 感觉有压力吗 有 当然有 你好 你好 这咱们就齐了是吧 他们两个都特别出色 对这次分作特别的满意 跟图松颜老师合作 梦寐以求 我们三个人都不是同一类型的演员 资历的话我觉得他们比我更深 离开雷锋的日子 雷锋正在我心里的这份情 写不掉 逃一了 你这人 谁又走不了 你这人说话什么 要不然你全都大费了 好了 底下的人要都跟你们一样 其实他的意思是对的 以后谁 谁还敢帮助人 觉得不太好演 他离我的性格和生活相差甚远 然后你要去找这个人物的感觉 父女之间 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 除了小时候以外 她到大了以后 她是平衡的 避免演成一个老好人 避免演成一个老碎碎 所以我老师给的建议 我觉得很好 不是那种 自己在孤军奋战的感觉 是一个团队 以前这块呢 我觉得就是说 你一上来就是 你爸出事 你是非常非常着急的 你上来现在一会 一看到你爸这样 你一下子 你现在就给自己定一个调 好的 李倩具有很高的无性 我相信他可以演好 涂素颜 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楷模 他都可以驾轻救赎 我有信心 代表无名巨射战队 加油 表演开始 同为战友的乔安山 和班长雷锋 出车工作 你到车 对 走 却意外导致战友雷锋 因功殉职 此事对他造成 巨大的精神打击 而后的生活中 他时刻以雷锋精神 要求自己 一九八八年的冬天 他遇到一个 肇事逃逸的现场 毫不犹豫地 将伤者梁老汉 送进了医院 爸 你催了没啊 警察啥时候来啊 催了 医院保卫科也跟交通队联系了 就正处理着呢 你说咱 送货耽误多功夫了 人又不是你壮的 你又送医院 又电疫药费的 八百多呢 学雷锋也就你这样 你着急的话呢 要不你先去 你跟霍主先说一下 我去我咋去啊 钱都让你撂这儿 电疫药费了 我给人打白条去 也是啊 你再等等 我跟她闺女联系上了 说尽快到 你这老爷子都病成这样 你这家里人肯定着急 这能赶过来 爸 爸 爸 不是反对你做好事 咱以后做好事 是不是得挑挑 别啥都做 我接着帅气 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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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说到重点你就走 你催催 行 行 行 爸 爸 你醒醒 你怎么了 爸 同志 爸 同志 你是病人家属吧 是这样的 大爷被车撞了 躺路边了 我跟我爸送货 给送医院来了 刚做完手术 但您说了多少回了 让您别去卖豆腐 你就是不听了 现在好了 他让这么大个事 您自己吃亏不说 我们这班也上不成了 别说工资了 工作都不一定保得住 求生半壶开水 可以打他 爸 爸 爸 来了 家属来了 那个终于来了 我给你交代一下 手术已经做了 大夫说这个很成功 一会儿能醒 来了就赶紧好好陪着吧 咱赶紧走吧 做啥呀 搬事去呀 你店的钱没给呢 做啥做的 哎呀 那个小同志啊 这个是我们店付的 手术费的那收据 这上面已付八百二 就我们店的那个 然后未付两千三 这两千三你也得付 你别这么看着我是不是 你别这么看着我是不是 不是我要 你只要把那个八百二给我们 然后那两千三 你直接交医院 是吧 我不要你钱 我 这当得很我要和你钱 哎呦 你这小同志真是的 我就 你看 这是我的驾驶证 上面有我的名字 乔安山 照片 那收据上也有我名字 你对一下啊 你 你走走走 总得让人看一下 是不是啊 咱赶紧收拾收拾啊 但是拿了拿了东西 就咱该走了 我那儿知道等等呗 怎么 怎么半夜啊 事儿我听明白了 这剩下的钱 你们就赶紧凑凑吧 还有老人后续的医疗费 还有我们照顾老人的矿工费 你们都凑凑了 哎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咱们就直说吧 你们把人撞成这样 钱不能我们掏吧 不是你这个人说话没良心啊 我们舅大爷的说 大爷自己都说了 撞他那是小车 我跟我爸开的是货车 现在我爸躺在病床上 人事不行 当然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说人不是你撞的也行啊 拿证据啊 不是你 你不讲道理啊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这儿压我这儿 你们要能拿出证据来说人 不是你们撞的 那我把证还你啊 要不然 当然是拿钱啊 小同志 你做事你得讲良心是不是 良心 良心解决不了我们的账 什么时候给钱 咱们的账什么时候清了 管那闲事 我 爸 爸你醒了吧 老哥 爸 爸 你好好看看 是不是他们撞的 来来来来来 慢点 靠好了 来 你仔细看看我 我们爷儿俩 大爷 还记得吧 我们把你拉到医院 你说是个小车撞的你 记得吗 爸 如果是他们撞的 你就说别怕 咱加什么条件 你不认不知道 这个时候可别犯糊涂 你这是你故意的吧爸 你不明白人大爷骗人吗你 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大哥他能能能 能说实话 大哥 你要是觉得是我撞的 你就点点头 如果不是我撞的 你就摇摇头 你照实说就行 爸 大爷 嗯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爸 你们都是混蛋 你们全家都是混蛋 姑娘 你怎么骂人啊 我骂了我妈就是你们了 你们全家都是混蛋 老人只认你了 你怎么还不承认呢 你都说了 我跟我爸是救人的老人 抓老人的是小车 我跟我爸看的是货车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我不跟你吵 我没有跟你吵的必要 还是那句话 一手交钱 一手给证 快点 爸 咱们不跟他说了 三张警察就动 我就不信了 走 爸 爸 大哥 妹妹 就是他俩 撞了咱爸 我们没有 哥 跑不了 驾驶证在我手里的 爸 爸 你怎么样 咱爸撞了 不承认还想跑 还好我把驾驶证扣去 乔安山 乔安山 你是乔安山 我是 我就是乔安山 雷锋班那个乔安山 你真的是乔安山 我就是嘛 我是乔安山嘛 我被雷锋班的嘛 我怎么可能 我撞了人我不认呢 你就是撞死雷锋 那个乔安山 啥 就是他把雷锋撞死的 你连雷锋都敢撞死 何况我们了 你们太过分了 你刚才怎么还有脸在这儿提雷锋呢 你把雷锋撞死 我要扔你 我都活不到现在 你们 你们太欺负人了 我没放人 大爷 大爷 爸你冷静你 我之前我也没想撞人 爸 爸你冷静你 我没撞老板上 爸 我怎么可能我撞老板上 爸 我不想撞老板上 我不想撞老板上 爸 没事了 咱们不是彼的 我撞老板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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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没事 爸 哎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他 他要打人 呦 这是怎么了 爸 没事 警察来了 哪位是乔安山啊 就是他 就是他 差点把我爸给撞死 他是我爸 同志 您先起来 爸 没事 警察来了啊 没事 我来聊几点情况 您看看 您看看 老爷子 您瞧瞧他 仔细分辨分辨 到底是他撞的您 还是救的您啊 是他 是他 救了我 江师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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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你 爸 爸 没事了 爸也都说了 是咱救了他 没事了 咱没撞人啊 爸 病人家属 赵氏的司机 已经去所里自首了 待会儿 你们跟我回去他 做个记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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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 我对不住了 等会儿 一个对不住 就完了 你们扣了我爸的证件 你们扣了我爸的证件 我现在给你们好好看看 我现在给你们好好看看 焦岸山 南 汉族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 一九六零年入伍 我爸 是一个疼疼正正的中国军人 他能背着小孩走六公里去医院 在那儿像亲生儿子一样 照顾灵智家的大婶十二年 身边只要有人有困难 第一个就想到我爸 因为他们知道 我爸是一个好人 让他们心里踏实 但是你们呢 你们就为点医药费 你们就要侮辱他 你们使劲往他身上拨藏水 你们用他最难的事情 你们抓他的心窝子 我 我 你们 你们才是招事者 要是天底下的人都像你们一样 谁还敢做好事 谁还敢帮助人 你 还敢做什么 你还敢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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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怎么做 我去 乔师傅 煞你 我去 乔弥 我去那儿 等一下 领车补充 回头一定给你补充 给老哥买点不便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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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啊 那现在这人怎么都这样 我闺女说 是我跟不上时代了 可我想 你再是什么时代 别人遇着困难也得帮啊 那你在你是不是得帮 你肯定帮 你帮我就帮 过去了 都不提了 班长啊 你放心 只要我乔安山还活着 你没做完的事 我会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 把热烈的掌声送给 李倩 宋毅 胡宋言老师 还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朱言老师 韩宇晨 宁文彤老师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 梁国斌的扮演者 沈宝平先生 有请先行休息 谢谢 非常感谢 我特别开心 就是终于这个时候 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有力量的作品 然后让我们看到了 充满了表现力 感染力的三个人 我们这三个演员 都演得太好了 李倩从一开始 就是含着眼泪上来了 她的泪就没有断过 但控制得特别好 她刚上来的泪 她一定是 她着急她父亲出事 因为她接到电话了 来 然后慢慢地 她的那个情绪的变化 到后面 你的那种忏悔 内疚 我就从始至终 都在人物状态里 你在这舞台上 这么多次 我觉得这一次 你是表现得 真的是特别好的 谢谢 谢谢 为你喝彩 李倩 真的特别有力量 宋毅 你的角色不容易演 但是那一截 到你的戏的时候 你一点都没掉链子 那个委屈啊 我看到我这心里 难受死了 你们就为点 一腰肺 你们就 我们自己都是做儿女的 真的是自己的爹妈 这么受委屈 那真的 拼命的那个心都有了 就是那个 把控制 做得特别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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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 我们师哥图图啊 哎呦 你抄起那个架子 打的时候 我那个心 哼了一下就起来 我觉得太好了 就是他们动情 但是不煽情 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很自在 自在了就变得很自由 当人自由的时候 角色 你怎么演怎么对 怎么都对 太好了 怎么都对 谢谢 谢谢 就是咱这 硬气的对名 哎呀 特别高兴 看到一个好作品 好的作品呢 就是这样子 剧作的这个呈现 就是完整的 戏剧冲突 这个构架在这里 然后呢 每个演员 都可以发挥得很好 非常非常的感人 那我要夸夸 这个李倩呢 因为我觉得 在一个戏里面 去扮演一个 这个道德有缺陷的人 就对演员来说 是很难的 真的李倩 让我很惊喜 从一上场开始 就是对他们的这个观察 到最后决定 就是做这个 不那么道德的事情 然后再到最后 一直在戏里 如果是在最后 你能够对着 头头连说十几个对不起 这个人物完成的 就会更加完整 总之来讲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演出 我觉得很质朴 但是很感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特别特别特别开心 能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这样的表演 宋艺 你让我真的很惊讶 你是一个特别温和的演员 你之所以好 是因为你稳 但这次我真的看到 你角色塑造的反差 就是前面的冷漠 冷淡 和中间与父亲的背道而驰 但最后殊途同归 是同一副骨架 和同一颗心 我知道你好 但我真的没想到 你那么好 所有人都认为你是绿月 但今天真正让人看到 你是当之无愧的红花 特别在被受教 恭喜 谢谢 导师的点评真的太到位了 也让我们感受到 演员传达出这个角色的真实 就像贝克找房APP上的 房源一样真实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接下来的这个即兴考题 哎呀 就是演得这么好 我都不想出题了 所以我给大家题目 稍微简单一点 好吗 也不需要导师辅导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 都能够完成 你们会说那个绕口令吧 吃不到土葡葡皮 不吃不到不土葡葡皮 就是这一句这个话 就当成是一个 有内容的这个话 要说出不同的这个情绪来 那土葡先来 就是你演那个 跟老婆吵架 但是你说的词是 吃葡萄吐葡葡皮 不吃葡萄不土葡葡葡皮 好 山正哥哥 我可能要纠正您一下 吃葡萄不土葡葡葡 吃葡萄不土葡葡葡 不吃葡葡葡葡 倒土葡葡葡 对对对 徐氏绕口令 那所以呢 就是你是告诉闺蜜 一个特别大的八卦 大八卦 就特别幸灾乐祸那种 李倩你是 要告诉你的男朋友 你的爸妈妈妈离婚了 好吧 好来 读读准备好了吗 来了 好来 一秒入戏 预备 开始 老婆你听我说 你吃葡萄不土葡葡葡 不吃葡萄你 倒土葡葡葡 吃葡萄不土葡葡 你不吃葡萄倒土葡葡葡 你不懂吗 亲爱的 吃葡萄不土葡葡葡 不吃葡萄倒土葡葡 明白吗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吧 吃葡萄不土葡葡 不吃葡萄倒土葡葡 你还想怎么着 你能把我怎么着 不行 离我跟葡萄结婚去 来 孙玉来 告诉闺蜜一个特别大的八卦 喂 吃葡萄不土葡葡葡 不吃葡萄倒土葡葡葡 吃葡萄不土葡葡葡葡 不吃葡萄倒土葡葡葡 吃葡萄不土葡葡葡葡 葡萄不吃葡萄倒土葡葡葡葡葡葡 Ho 还没听懂 你那到底有人没人呢 你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说了啊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我吃葡萄都吐葡萄皮 好 停 OK 好 来 李倩 你是要打电话 还是要当着面说 我当面说吧 你如果要当着面说 你就可以把图图 当成你的男朋友 楚老师 我终于能演男朋友了 怎么着 我怎么着 没事 您就站着就行 图图 这样子 你如果想帮他搭 你也可以搭 但是你的词还是葡萄皮 葡萄皮 OK 来 好 一秒入戏 准备 开始 来了 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都吐葡萄皮 葡 葡萄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都吐葡萄皮 葡萄皮 土了 真土了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吃个葡萄 为什么 咱不吐 咱不吐 咱不吐葡萄皮 没事 有我 停 咱不吐葡萄皮 很棒了 你就是看到演员的这个能力 这个词不重要 它要让观众感受到 它具体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但是即便在这个里面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层次的 吃葡萄 就是都可以慢慢说 重复地说都可以 虽然山君哥哥 刚刚只蹦出了三个字 但是我们特别想看您 把这一整句的戏 都给演完一下 我觉得它可以用八卦的 就是吃葡萄不吃葡萄皮 吃葡萄皮 八卦 我就在这打了 最擅长的 吃葡萄不都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都葡萄皮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都葡萄皮 特别感谢徐正老师 又一次给我们一个 教科书级别的示范 那接下来 三百名观众评审和 十位专业评审 请投票 我觉得三位老师做的都特别好 非要选出一门的话 可能李倩会好一点点 图图 他演的这个乔安山 其实最打动我的是最后到这个坟前的时候 那一个笑 那个笑不是特别欣慰的 其实有点惨淡的 是一个人用一辈子在问这个世界 还会变好吗 那个图图演艺特别重要 宋艺的角色没有另外两位演员 戏剧张力那么大 但是他在整个戏剧角色的完成度上 也是非常之高 接下来要公布结果了 首先为各位揭晓 专业评审团投票结果 宋艺 二十票 李倩 五十票 胡宋岩老师 三十票 胡宋岩是很强的演员 希望这个好运能降临到他头上 李倩今天的表演我觉得非常好 出乎我的意料 希望宋艺能在这个环节乘乘追击 也希望我的无名居舍队 能再拿下这么一个人 接下来观众评审团的投票结果 宋艺得票八十六票 李倩得票八十二票 最后图松岩老师的得票会是多少呢 图松岩老师观众得票 图松岩老师观众得票 一百零四票 总得票一百三十四票 多两票 谁多呀 图松岩老师一百三十四票 获胜 我没伸过来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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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两票 就差两票 好爱哦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图松岩老师 我们一起来用手中的这一台OPPO RCC PRO留下您的晋级时刻 三 二 再一次恭喜图松岩老师 谢谢 谢谢您 也要有请李倩和宋毅去到戴定区 我们期待着你们能有好消息 谢谢 有请 每个人都是最后一张牌了 宫廷剧 那现在该秀波来出了 这个主题包括他的创作态度 他可能充满着一些角色的反转 宣敬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 现在该徐征来出了 谭廉四呢 是我从这个波叔手里抢回来的实力小生 他的塑造能力很强 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想象力的青年演员 那子一该你了 金超还没有在这个台上演过宫廷剧 没有 但金超也演过 如意转嘛 对 因为金超在古装戏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一张牌我心里是最踏实的 这三个都有古装戏的经验 真的是挺强的 抖音 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 这是 哎呦 那也太高了 哎妈 咱俩还有谁 你猜的还有谁 应该还有一个吴老师的 又是你 我跟你几次情缘 真的是 下回 你呀 赶紧回去吧 下回要来 提前跟我说一声 剧本 每次看到这个黑色的夹子 都令人害怕 果然 非常地惊心 我们现在要拿这台 OPPO来做一个合影 如果朕答应了你 你是不是会跟他一块走 这时候我就走上去 坐到黄卫上了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可以放出来说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 我自己一直觉得 烈士都是在台词 然后我就很害怕 观众会出戏 所难弃着 一点 失恋而已 这是前面对 生命的一个感悟 前面的这次呢 就觉得太反复了 就不用了 后半段的时候 我觉得就要找到 一个情感的这个落点 那个找到了以后 你前面就可以有支撑 最重要的是 要把这个自己的 这个态度梳理清楚 金超这个演员呢 是非常经得起 镜头的捕捉 对于很多戏的 细微的处理 他是挺性的 谭剑刺 他在台上是稳的 很沉得住气 军进其实身上 有特别不一样的特质 更能让观众深入人心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与诸位皇子一同长大的若曦 自小便与他们情意深厚 其中 十四爷对若曦一往情深 若曦却将所有的真心 都给了四爷 然而在四爷经历了 凶险的夺敌之争 成功登基后 却开始打压兄弟们的势力 薛奇爵位 除踪迹 撤去皇带 若曦不仁看到四爷 为了全力伤害手足 决定劝阻四爷 若曦请 皇上安 若曦 来 起来 你还记得 若曦刚入宫的时候 四爷带着八爷 十三爷 十四爷 还有其他兄弟 整日跟我一起骑马 泛舟 心脑无忧 记得 那时我以为 就算皇城之争 凶险 但是情分 都是放在心里的 今日你说的这些话 是在 责怪阵吗 若曦不敢 若曦明白 身在皇家 就必须要面临皇城之争 可我只是不明白 四爷已经皇权在握了 为什么就不能念在过去的旧情 给他们一些 一些安宁呢 若曦 江山无语 朕 必须如此 十四爷求见 去屏风后暂闭一下吧 四哥 四哥 别来无恙啊 多谢关心啊 朕 很好 老十四 你没有奉赵 私自从战场回京 你 可知该当何罪呀 四哥篡改先帝遗旨 密谋篡位 又该当何罪呀 你可知道 就凭你方才说了这些话 朕 就可以治你的重罪呀 我知道 只有治了我的罪 你才能够名正言顺地 从我手中拿走兵权 对吧 甭废事了 四哥 我今日来 就是要送你一份兵权 兵符给你 请皇兄 将若曦 赐给臣弟 十四爷 若曦 你究竟把若曦当做什么了 难不成 若曦只是你们兄弟之间的筹吗 若曦 那我的自由 换得兵权 应该是一笔最划算的交易了吧 若曦 你听这解释 你不用解释 你的犹豫 已经给了我答案 四哥 只要将若曦赐给臣弟 臣弟 甘愿交出兵符 为父皇守灵 不问政事 永不回京 请皇上 成全 你为了若曦 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 不要了 若曦 请皇上保十四爷平安 从今以后 就让若曦 陪伴在十四爷身旁 就当做是 替皇上 向兄弟们赔罪 还请皇上 成全 请皇上 成全 再一次 绣 黄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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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封好 即日起前往尊华首领 云若昔冬星 吴兆不得回去 此生 永不相遵 救手 若熙 你这身子也够虚的了 你就不要再着凉了一会儿 我扶你歇息 咱改着再歇 来 来 皇上看什么呢 朕 看雪 皇上实在想若曦公牛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若曦自知 时遇不多 还有一事 想请十四爷帮忙 皇上 行了 我知道 你心里还想着他吗 你想对他说什么 我帮你写 皇上 十四爷的行 朕说过了 关于他们俩的一切信件 朕一律不堪 三个多月了吧 他没有来 他恨我 他恨我到你 连最后一面 都不肯见 若曦 你还这么想吗 我相信四哥 一定会跟你回心的 不 肯定连恨都没有了 就是觉得 很关心 不在意 仙道 晓晓 老十四 要见你 朕说了 没有朕的旨意 你不得回京 爹 还记得了 若熹死了 你告诉我 你刚说什么 说 我把若熹交到你手上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为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还用来问我为什么吗 她一直在等你 可她到死 也没等到你的灰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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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爷 人生一梦 白云苍狗 对对错错 我 恩恩怨怨 不过日月无声 水过无痕 自别过后 撑 恨 痴 念 皆化为我寸寸相思 若熹心中 并无皇帝 并无皇帝 拿走我魂魄的四爷 取栏深处 重相见 是 是 是 盘 军 盘军 是 是 真的错 是 是 错了 谢谢三位演员 是 她内心特别地纯净 包括她对于戏的把控 都是有一定能力的 许正老师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舞台 更多地呈现的是 演员的不容易 但是在台上只有一刻钟 在这一刻当中 还有五次切换 然后要演不同的年代 然后也没有时间换装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演员有多难 他要在这个里头 他还得演得 把观众眼泪 演得掉下来 自己还得真的 把眼泪那个掉下来 我估计我上去 我是一点眼泪 都挤不出来的 真的是这样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难 大家很不容易 很辛苦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金超 你应该把皇上这个东西 夺敌之后的那种焦虑 和所有通过这个 拼搏之后的那种 疲倦和暴躁 放在了一个爱上 你这个人物的光泽 就出来了 我们说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人犯错 都是判断失误 尽管他现在 已经当了皇上了 但是在感情上 你判断失误了 那你要演这个的话 你就会不断地会 会有那么多的 往外冒的东西 你控制得太久了 为了最后一个反转 你把人物的光泽失去了 谢谢老师 非常详尽的解析 接下来我们都很期待地 即兴考题 接下来要有请 紫怡老师出题 绝对不能再让他们哭了 太不容易了 这样子 咱们做一个规定情景 是三个无家可归的人 在一辆寂寞列车上 人物你们自己设置 要说两句话 一句是 你觉得这一切会发生吗 第二句是 当我想你的时候 寂寞列车 好难啊 歌名吧 对 好像有人发现了什么 这个是歌词吗 对 我这个题的灵感 来自风歌的歌 对 那我们就请三位老师 来给他们辅导 有请导师 有请 这太难了 我都想不出来 金超来 往外走吧 出来换 你怎么想的 就想一个人物 然后就是肯定 肯定说话不利就来 就只有一接吧 就行了 就是你帮他打一下 我们也想让他打一下 我想我打一下 那你这衣服也不对 你得穿现代装 我都得换衣服 今天去换衣服 加油 紫衣老师指导完毕 太难了吧 宣伯老师 徐中老师 指导完毕 好了 准备开始 开始 香肠 水 果汁 点心 凤爪 有人要吗 不好意思 一根香肠 你怎么今天又来了 你每天坐这车呀 对 我 对 上班 上班在外地上 哥伟你怎么戴口罩 你是 对啊 怎么了 戴口罩怎么了 我长青春动 我爱爱美 行不行 你现在 长得像我认不得声音 倒挺熟悉的 我前夫说话也这个样子 这么好认啊 前夫 对 这奇怪了 越装我越觉得 我也不装了 废话能不好认吗 我都说话成这样 你说一百个人里面有几个这样呢 你在这儿干嘛呀 还来了好几天 我 我想你的时候 就 就到这儿来 我 我其实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说一声 咱俩能 你别过去 咱俩 咱俩能不能 破镜重圆 那 你还赌不赌 我都这样了 你觉得 这事还可能发生吗 这 是不是 该你说话了 我能说话了 能说话 我觉得他肯定堵不了 对 这兄弟说了对 你堵不了 那拉勾勾 行 你要这拉一勾勾不够 可以拉俩 行 那这样 老规矩 打点 咱喝一个 行不行 喝一个 喝一个 好 你放心 从今往后 一定对你好 一会儿咱俩加个微信 加个微信 加个微信 我一看你们俩就有缘 这个可恶 我不是这个病生 我还约是我媳妇 你 你等这个力量 你看看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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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ived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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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儿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保持这一颗初心 永远让自己去接收新的能量 然后释放更大的光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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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子怡姐姐太会拉票了 每次都把这个拉票变成告白 我也要告白 当然我主要要帮剑刺这个拉票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 你想成为演员的一颗心 我能感觉到那个心就是很年轻 很蓬勃 是有动力的 而且我能感觉到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力度感的 谢谢 谢谢 既然是表白 君静 跟你表白一下 我第一次找你演戏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说我看了一个戏 那个角色演的什么什么 你演的特别好 我决定想让你来演 我这个戏里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 你跟我说 吴老师你记错了 那个角色不是我演的 我是因为那句话 决定让你演那个戏 我至今仍记得 那个时候 我剑刺 我们一起 在我上海拍戏的屋子 我们在庆祝 当时军师得的第一个奖 突然想起 哎呀 军令在好远的地方 我们给他打一个视频 剑刺记得 我们打过视频 打过去以后 他背着个包在机场走来走去 什么事 什么事 我说我们的戏得奖了 我们一起喝一杯 啊 这可以吗 这是机场 这是机场啊 不过我包里有瓶高粱 有瓶高粱 说但机场应该不让喝酒 等我去洗手间 那次真的很开心 我们四个男生 举着啤酒杯 你在洗手间 举着那瓶高粱 这个美 哎呦 这个告白 如果此时此刻有一首歌 更能代表秀波老师的心情 不知道是哪一首歌呢 好春光 我来唱 让梦想的雨在那天上飞 让蓝蓝的天永远不要灰 让所有人的眼中 藏着幸福的泪水 永远不要再伤悲 哇 好棒 很独特的加油方式 相信可以化作绵绵的动力 给予三位演员以鼓励 那接下来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十位专业评审团 请投票 一号代表金超 二号代表谭剑次 三号代表张军宁 首先公布观众评审投票结果 金超83票 我这一票会投给剑次 因为我看到了每个瞬间都是非常投入的 我是投给了谭剑次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在完成度上可能更完整一些 张军宁真的很好 西婚树无可挑剔的一种状态 没想到会那么好 金超的表现很完整 他已经步入一个成熟的阶段 所以我也是很看好他的未来 恭喜张军宁获得七十票 谭剑次二十票 金超十票 总票数 金超九十三票 谭剑次一百一十一票 张军宁一百五十八票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看清 心动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张军宁获胜 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场比评 谢谢 也非常感谢金超和剑次 我们期待着在带病区域你们迎来好多消息 下载贝壳掌房APP 进入节目互动分区 为新中A角演员助力 看租房频道 赢租金补贴 五组作品全部演绎完毕 由于导师徐峥已使用复活权 把复活权给到人数息 所以 人数息 韩雪 刘欢 王阳 图松颜 张军宁 六位演员 顺利晋级 谁能获得剩余的两个复活名额 谁将被演员推荐人张国立爆灯 马上进入导师复活环节 接下来两位导师 你们将行使复活的权利 首先有请张子怡老师战队带定成员 有请杜纯 李兰迪 金超 有请紫怡老师 有什么想要对紫怡老师说的 有请兰迪 特别要谢谢紫怡老师 就是谢谢您给了我这个 让我再站上来的这个机会 然后其实说心里话 我觉得一场就是一场 我没有表现好 就是没有表现好 我今天的表现 我自己其实特别失望 我是不值得复活的 谢谢 好 加油 蓝迪刚才说不值得 但我觉得蓝迪是最值得复活的 对吧 经常 对 我觉得最值得复活的 就是李兰迪 对 我最怕面对的就是 在舞台上 然后去取舍自己战队的成员 因为大家都是有感情了 总是要做这个决定的 他给你转账一百万元 是真的 我就从那会儿开始喜欢他的 我听两个哥哥的 我把这个机会给李兰迪 我相信李兰迪是我们的希望 也是我们年轻演员的骄傲 兰迪 这就是那句话 人人都想有一个哥哥 这么好的两个哥哥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一点都不值得复活 一下子会表现得好的 被扣上一课了 可以晋级下一场了 你给子怡老师说点什么 我肯定会继续努力 然后就这么多 我给我两个 两个可爱的小哥哥抱一下 谢谢你们的努力 谢谢 加油 加油 我会一直关注你们的 那我们先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兰迪 恭喜你 成功晋级 接下来有请吴秀波老师战队成员 有请金世佳 宋毅 王晓晨 也要有请秀波老师来到舞台之上 好 不好选 这是最难抉择的一回 就是我走到这儿 我根本都不知道我要选谁 你们三位都是如此强大的演员 但是我觉得演戏就演这一场 所以 今天我就对天发誓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只要扮上了就是角色 我把这个俯卧拳 我把这个俯卧拳给宋毅 好 哇 宋毅确实演得好 对吧 他像那个人物 恭喜宋毅成功晋级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票 复活拳留给了宋毅 再一次恭喜你成功晋级 接下来还有国立老师的爆灯拳 再一次掌声有请所有的代定成员 有请 好 好紧张啊 目前场上代定的成员是 谭剑刺 李倩 看金子 金世佳 王晓晨 金超 杜淳 七名被代定的成员 这最后一个机会 属于谁呢 掌声有请张国立老师 哇 哇 任中道远啊 我做一个推荐人 关注着你们每一次的表演 然后看到你们每一次的不同 看到你们每一次站在台上 然后你们拥抱啊 你们去欢送另外一个人 离开这个舞台 今天在这儿 没有必要再说什么 你的前面的路更宽阔 到了最后 给了我一个爆灯的这个权力 我只会来弥补遗憾 不可以了吗 您可以进行选择 好 我也别做那么多的这样那样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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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惊喜了 为什么 今天她的表演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非常稳定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她和图图只差了两分 一百三十二票 对一百三十四 对 是 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一票给了李倩 你不是说好了爆灯要来摁我的头的吗 对对对 大家要看她这个画面吧 要 那请你上来 我们先请所有的老师都一起来到台上吧 来 有请 过来爆灯 来 我的爆灯爆给了徐峥战队 叫春天爆灯队 春天爆灯 爆 爆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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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都好 子依老师一直在拿OPPO R17 Pro 记录着这个美好的画面 美好的机器都在OPPO R17 Pro里了 所以没有这些苦苦苦苦苦苦了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即使在夜晚我们也要拍出最美丽的照片 请允许我和大家一起拍一张大合影 好吗 好 做这种爆灯状 好 让我们期待下一场更加精彩的演绎 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她将担任特邀剑影官 她是伟大的喜剧演员 不少观众都是看着她的作品长大的 她表演非常的精湛令人敬佩 从影多年一直为观众带来欢笑 让我们通过影片来回顾一下她的精彩表演 她是我们的Buster Keaton 她是我们的Modern-Day Chaplin 她是我们的Modern-Day Chaplin 她担担它这么严重 她是扭乱的 她是扭乱的 她是什么让她做了 我喜欢笑容 和我喜欢笑容 我喜欢笑容 我会有很简单的味道 我认为戏是很简单 他们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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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很简单 我认为很简单 很简单 欢迎潘道特工罗温爱金森先生 谢谢 分享Girlztだ 很欢迎两位 我们都非常非常爱您 我知道您之前有来过中国 但也特别想知道您有来过杭州吗 No, no, this is my first time So, what's the impression of杭州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the hotel I'm staying in I like the lake, the big lake We went to a very big lake this morning which was fantastic So, generally speaking, I'm having a very good time Yeah, I mean, the main reason I'm here is to talk about Johnny English 3 My new movie But also,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this show because we don't have the equivalent of this show in Britain Where there are serious actors You know, telling serious stories That is very interesting Wow, I said it太好了 本次罗文先生是带着他的全新作品 Handle特工三来到中国的 It's been seven years since we made the second Johnny English movie And the good thing about that is You've got time to, you know, reset You know, recharge your batteries Yeah So, we thought it was a good idea What we had for this movie Which is basically a battle Between analog and digital I like that idea And I thought it was worth making a movie about it We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invite you and enjoy tonight I'm going to enjo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Kando特工三目前正在各大影院热映中 You are in the capable hands of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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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说话的忙 我想看到安雪和任素希 你们两个对一下 他就这么着急让你住进我的家吗 我要打死他 让大家看到更多更好的演员 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做到了 选我们战队的话 就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们组成一个春天爆灯family 什么是演员 狂奔在西北荒野 不复出心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寻找自己热爱表演的触动 我就是演员